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很多癌症病人最后的希望如果吃不了就不用治了 但这种方法会带来很多副作用 比如产生患觉或者身体出现伤痕等等 永强的家里并不富裕 三个孩子加一个侄女全部由父亲的工资养活着 为了参加这次治疗 家里被迫抵押了还在还房贷的房子 租了一套临近医院又房租便宜的房子 众所周知 美国这种又大又气派的房子房租便宜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迫于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一家人只能秉持着克服困难的精神 住在这里 第一天晚上永强就感觉不对劲 地下室一直有动静 他壮着胆子走下去 说来也很奇怪 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 被沉重的玻璃木门锁着 也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情况 白天试了好几次也打不开 但这次永强走进一桥 才发现玻璃上映出一张可爱的脸庞 这下把永强吓得够呛 猛然惊醒 原来只是个梦 第二天白天 母亲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也发现了一点异常 客厅里竟然收藏了一堆死人的遗照 越看越是吓人 母亲也不敢多想赶紧把照片都扔了 收拾好了房子 孩子们要选房间了 永强的病经常会伴有反胃呕吐等状况 甚至半夜躺着叫出声 为了不打扰弟弟妹妹的睡眠 他主动选择了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地下室 其他人则选择了楼上的屋子 一家人就在这里安稳地住下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永强总是能看见很多幻象 母亲拖掉的水变成了血水 柱子突然变成腐烂的肉块 或者柜子里的盘子突然摔在地上 到了晚上 永强依然会梦见自己起床来到神秘房间 里面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胡子大叔 和一个小男孩 在给一具尸体做手术 尸体身上画满了诡异的符号 甚至眼皮都被直接剪了下来 惊醒后的永强被吓得不轻 但由于自己在接受实验疗法时 医生特别嘱咐过 这个疗法的副作用就是会出现幻觉 而且一旦幻觉严重 就需要马上停止 所以永强为了能继续进行治疗 只能把这些情况隐瞒下来 跟谁都没说 这就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只不过每次看到这些离奇的东西 都会让永强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一般 脾气暴躁动作怪异 而且自从他梦到了神秘房间里面的场景 那个原本一直打不开的木门 竟然被他轻松打开了 里面真的和梦里一样 是一个处理尸体的手术台 放着各种各样让人不寒而栗的工具 这下家里人才明白 为什么这个房子如此便宜没人住 原来这里以前是一间太平间 专门负责处理死人的尸体 可别人可以马上搬家逃离这里 但永强家却不能 他们已经无法支付再次搬家的费用 没办法 父亲只能安慰孩子们 没事啊 虽然你们睡觉的地方以前可能躺着尸体 但只要我们胆子大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真是人一旦穷了 就什么都不怕了 到了晚上 一家人坐在餐桌上祈祷时 永强突然感觉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场景还是这个房子 但身边的人全都变成了别人的模样 永强自己则附身在一个小男孩身上 旁边还有一个大胡子 再拿着相机拍照 这正是梦里梦到的给尸体做手术的两个人 这一桌子人似乎在举行什么通灵仪式 仪式进行中 小男孩身上那种来自灵魂的痛苦 让永强瞬间失控 他的样子吓坏了父母 父母赶紧把他带去医院 他再也没有办法隐瞒自己看到的那些幻象 好在在医院里 永强偶遇了同样是绝症病人的和哀老头 老头懂得永强所经历的事情 同是天涯沦落人 永强终于找到了知音 一股脑将自己的苦闷全部告诉给了对方 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看到名片才知道 老头原来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牧师 尽管有了老人的安慰 但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丝毫好转 永强经常会梦见那个小孩在房间里乱跑 来到地下室 甚至看见好几个恐怖的尸体 盯着他发呆 他只能打电话给牧师倾诉 牧师告诉他 像我们这种游离在生死边缘的人 身上的阳气逐渐褪去 阴气旺盛 当然会被那些东西盯上 不过你只要找到他盯上你的原因 就可以让对方的灵魂升天 可以说也是一件功德呀 到了晚上 永强再次看到那个被烧焦的鬼影 他壮着胆子问对方 你究竟跟着我私要干啥 有啥事就说呗 可是人鬼殊途 两边语言不同 双方都知乎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答案 只好作罢 永强一天比一天奇怪的态度 让父母接近崩溃 但他们觉得这可能是治疗的副作用 生活还得继续 这几天几个孩子在家里玩捉迷藏 妹妹跑到了顶楼的阁楼 掉进了一个藏在木板下的洞里 里面放着一些资料 与一个神秘的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装着很多不明宝片 还有很多死人的诡异照片 其中就有永强在餐桌前 看到那些人 这时候永强才终于明白 自己看到的东西不是什么幻觉 这些鬼魂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和妹妹感觉奇怪 于是就来到了当地的图书馆查资料 在一本名为康州县制的书里 他们有所发现 大胡子哈登曾经是这栋太平间的拥有者 他还是个精神力疾病的研究者 坤胡不是被别人研究 而那个小男孩叫乔纳 是大胡子的助手以及灵媒 二人经常在房子里给前来求助的人 举行通灵仪式 用咱们这边的话来说就是问民 家里人问问王者银行卡密码啥的 有没有小金库之类的 由于乔纳的能力的确厉害 他们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 很多人都来求助 甚至连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服气了 只不过在后来的某次通灵过程中 发生了大爆炸 也就是永强在餐桌前看到的那一次 在场的四个人全部被炸死 巧纳也失踪不见 这就是关于房子的资料 随后在其他资料中 还有一条似乎与房子有关 在后来人们修工路的时候 发现本应待在公墓里的 一百多具尸体 全都消失不见了 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起群尸丢失事件 与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无人知晓了 咱们输归正传 既然这里涉及到了通灵这一块 再次拨打了牧师的电话 将通灵男孩乔纳的事情 告诉给了他 牧师看着那些照片 与盒子里的薄片告诉他们 那些薄片其实是人的眼皮 牧师在小时候听过一种巫术 说人死后闭眼是安详的意思 割去死者的眼皮 就会让他们一直看着人间的丑恶 会增强他们的怨恨 而在他们身上刻补号 则是为了不让灵魂离开尸体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牧师想再次发动通灵大法 找人们是咋回事 可是关键时刻 永强的母亲突然回来了 他以为牧师是在害永强 强行把人家赶跑了 当天晚上可就坏菜了 鬼魂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折腾永强 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惊吓 甚至放电来吓唬大家 没办法 母亲是服了 只好再次请来牧师 你还是别说 牧师绝对会点东西 在屋子里掐圆剑肉绕起圈子 巡龙千万看山山 一重禅是一重关 关门若有千种所 必有鬼魂居此间 老外的套路跟咱们的巡龙点阙差不多 吾吾喳喳的愣是在火炉的炉灰里 找到了乔纳的遗孩 那么如此看来 只要将尸骨弄出去 想必这个房子就消停了吧 果然一栋骤停 房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一家人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 牧师告别以后 永强他们也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可就在第二天醒来 母亲还没来得及安慰几个孩子时 忽然听到地下室传来永强的惨叫 只见他的身上 竟然被刻满了那些尸体上的诡异符号 另一边驱车回家的牧师看到了镜子里被烧焦的乔纳 猎鬼被请出老头 想必会有一番折腾吧 牧师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可乔纳并没有攻击他 而是反常的不断张着嘴 似乎要告诉他什么 一阵风吹来 把乔纳的骨灰扬了满天都是 乔纳的化身也消失不见 牧师这才明白 不对 乔纳不是恶鬼 难道不好 他急忙打电话给永强家里 快跑 真正害人的不是乔纳 而是那些尸体啊 乔纳在那里是一直压制他们的 尸骨一动 天地大变 众所周知 恐怖片里这些重要的情报 是一定不会按时传达的 没有了束缚群鬼火力全开 正在洗澡的侄女就第一个遭了殃 一家人正在受尸体们变本加厉的攻击 眼看着流血事件就要发生 另一边医院里 医生告诉父母 实验性治疗已经失败 永强可能挺不过今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乔纳的灵魂随着骨灰飘扬没去别处 而是来到了永强身边 两个曾经一体同心的人站在了一起 眼神互动 脑天不是交流 永强这才明白乔纳的意思 其实乔纳一直是个可怜的人 想当年他与大胡子哈登合作 成了远近文明的小灵魅 再后来大胡子利益心心 为了扩大自己的产业 急需提高乔纳的能力 于是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打进来的邪术 108练十大法 前前后后三个月 在公墓里倒出108具尸体 借着尸体的怨气增强乔纳的功力 该说不说哦 这块有点修真小说的意思了 炼尸终归是邪道 强行提升功力的后果很严重 后来再一次通灵中 乔纳控制不住暴涨的功力 发生了大爆炸 由于乔纳已经控制不住那些冤魂 冤魂愣是将他关进了火炉里 活活烧死了 他才成了现在这番模样 乔纳终究是个好人 他一直有个执念 就是超度这些冤魂 几百年来没有机会 直到他看到了谢永强 二人一拍即合 就在家里人被尸体折磨的不行的时候 永强带着斧子赶道 一把将所有人推了出去 不管怎么样不要进来 也不要让他们灭火 可是你怎么办 我已经是死人了 做完简短的道别仪式 被乔纳附身的永强 一人端着斧子来到地下室 随着他一下一下地劈开墙壁 藏在里面的无数具尸体 全都掉了出来 乔纳拿出汽油 一把火将这些尸体点燃 鬼魂们的封印被彻底解除 全都可以飞了 在感激完乔纳之后 直奔西天世界而玩去了 附身在永强身上的乔纳 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习院 无力地倒在地上 而就在永强要造身火海的时候 母亲疯子般冲了进来 母爱的伟大 让他忘记了火焰的温度 冲进了这个满室火焰的死地 他抱着永强躲在桌角 备涌着圣经 消防队终于及时赶来一次 将母子二人救了出来 在外面 医生给已经没有心跳的永强 做着人工呼吸 牧师站在一边 突然他看到一个人影 从永强的体内飘出 那是已经完成习院 即将成佛的桥纳 二人相视一笑 永强随即活了过来 从那之后 这栋房子再次被建了起来 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灵异事件 而永强的癌症 从那以后也彻底痊愈了 好人有好报 放在哪里都一样啊 好了我是牛叔 这是一个很治愈的鬼故事 咱们下期再见